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现身平壤车站 军民大阵仗排排站拍手送行 朝鲜中央电视台也证实金正恩出访 金正恩专用火车在周日下午启程 同一时间俄罗斯官媒也宣布 总统普京将接见金正恩 显见两国关系匪浅 专家分析这项两人会面 最大重点恐怕就是军武交易 尤其北韩冷战曾受苏联军援 现在研发出的武器 俄军使用好上手 不过金正恩怎么可能白白帮忙 据说他希望交换卫星 或核潜舰机密技术 疑似金正恩的绿色装甲列车 在经过边界的中桥 友谊桥被民众目睹 而上头不止豪华 还有至少20节防弹车厢 金正恩将在海森威与普京会面 距离北韩边境超过480公里 预计得耗时一整天才能抵达 俄罗斯和北韩受到西方势力 孤立大环境下抱团取暖 能否如愿各取所需 恐怕还得看普京和金正恩怎么谈 TVBS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